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香港的商店里的服务员 他很职业性 很职业服务很周到 可是并不见得要对你笑 台北那个店员 欢迎光临 我听着像保定口音 欢迎光临 反正就是帮你考虑说 你买这个鞋有点贵 我看你买那个 他弥漫着一种特别礼貌 相里相亲的气氛 就是没有失窃的中国的一种人情味 大陆革命那么多年 这些东西被革掉 所以反而在台北保留着 我觉得台北有一种什么美 低调的美 你想象着什么多发达 不是 我跟你说 你从高处看 他没有什么高楼 绝对比不上 他就是低矮的一些房子 当然有人说 这是为了几十年 怕大陆打过来 所以就不敢盖高楼 但是呢 他是一个从天上 从高处看平平无奇 但是你一进入他的街道啊 你就发现呢 奥妙无穷 服务周到 你看两张照片 在大家猛一看 你说这有什么 他有很多破旧的房子 你再看他的街道 你看 我跟你说 但是你身临其境 你就知道一个城市啊 不怕破 不怕旧 只要干干净净 只要服务一流 只要大家之间文明礼貌 与人为善 他们很多 我觉得他们有好多传统的那种 文化上的东西 好像保留的比大陆要好 四维八德嘛 我这次学习了一下 咱们的我 我两边都学习 回大陆 我就八容八尺去了 台湾就四维八德 我跟你说 所以说这么好的一个地方 这么好的一个地方 这个陈水扁 就他们乱搞 你知道对老百姓心理 我跟你先 我跟你先 先讲知识分子 我跟台湾一些知识分子打交道 他们说 说现在台湾的情况 非常像晚明 就是说呀 这个政治搞政治闹的呀 都说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呢 胸怀天下呀 这个为了设计 为了人民 出来说话呀 可是呢 你但凡有一个人 出来说句话 过不了两天 你莫名其妙的就发现呢 你变成了蓝 或者变成了绿 把你抹黑 搞倒 搞臭 于是乎这知识分子 他就是说某些文人呢 就变成像晚明那种堕落文人 搞点生活情趣 弄点艺术品 干脆呀 纵情声色 纵情声色 就对政治啊 觉得失望 我再说这个老百姓 老百姓想什么呢 就是说那个 最近新闻嘛 第二天 头一条是维美杰伦送家人嘛 第二条 那天我看打出一条来 说中华邮政改成台湾邮政 这名字改了 花多少钱呢 1.5亿新台币 然后美国那边也不客气 赵臣 别人脸上等于给一耳光 你这个我们检验你政治家风范 这最关键的是吧 认为你有台独倾向 不能这么搞 但是你知道实际上 我跟他们在谈话的时候 他们会觉得呀 很很错乱 比方说我这次是去故宫博物院 看一展览 好 就是说现在在搞什么呢 都不是蒋介石 从咱北京故宫弄过去的国宝吗 那台湾人说我们小的时候 老师跟我们讲 这是我国我国的文物我国的艺术品 但是现在老师不要这么讲了 叫中国叫中国是他们中国的 他们不是我们台湾的 而且那天我还听一国民党的那方面 出来在电视上还骂呢 说改名 你不如改大家改祖坟好了 把每每家人的墓碑 老祖宗的墓碑都搬起来 那墓碑上写的都是大陆山东 大陆什么湖南 那玩意都是中国 你刚才放保险柜里 等哪天国民党掌权了 你再把墓碑供上去 儿子叫陈志宗嘛 应该改陈志台嘛 对 去中国发现 应该他儿子改名 有个中嘛 有个中 陈志宗也改陈志台上 有一个人写博客特别多 我觉得他是理解反了 他说对 我觉得就应该叫台湾什么 本来台湾就是中国一个省嘛 他凭什么要叫中华什么什么 电信中华 我觉得他整个就理解反了 北京的发言人是这样解释的 说这是自我矮话嘛 他是本来就是矮话嘛 对 你知道甚至荒唐到什么呢 居然还会有人说 要不咱们把台北国公博物院 这些中国的国宝 还给他们得了 我说这样 这样不要靠谱 好 去中国放 我还碰一遍 迪志司机不得了 过去驻守过马祖的 他就回忆 他感觉有点是主张台独的 你知道我在车上 跟他发生一场 也不算争论了 他主张台独 他当年在马祖那边 他叫区域射击 咱们都不知道 打中国的渔船 我问他打死过人没有 他当然打死过了 他说那边也扣我们的船 他干这个的 他干这个 然后你知道吗 他问一个问题 把我给问愣了 说来说去 说来说去 他就说 我为什么要统一 你说一下我给问愣了 因为你也不能跟他讲历史 你在车上 我这会儿只能说 我说你要台独 我们大陆要动武 然后他愣了一会儿 他就说 他说其实老百姓根本不关心这些 我不要打仗就好了 说现在民进党把经济搞坏了 结果就多少 几十万人跑大陆做生意 你知道台湾有个很出色的学生 南方硕 他是蓝派的 他经常也在明报上写文章 写得非常好 前不久我们在深圳开会 文道也去了 银河也去了 南方硕也去了 吃饭的时候我们就问他了 我们说这个南方硕老师 你觉得这个台湾这个局势 我们私下说了 会弄成怎么样 就08年啊 蓝派会不会赢 他说08年的事情呢 我就很难说 我这个也没针对他同意 把他私下的话说出来 就抱歉了 给南方先生 他说但是我总觉得 要这么选下去 要老这么弄下去 绿的就迟早会赢 就是说他毒啊 迟早会吃血 而他这番话 因为他道理很简单 他说第一 美国是绝不愿意 台湾跟中国合在一起的 他失掉了他的重大武器 这是一 二 从人口来讲 本省出生的总是越来越增加 外省的总是越来越减少 你从最近这次选举 你看陈水扁做的这么差了 照样他的选票没有下降 就是有一批人 他已经到了一个地步 就说我不管你政治怎么样 我是表立场 我是深信就是这样 我跟你讲是什么 这个学校人 我这次去台北 我倒感觉真正的危机在于什么呢 政治如果搞得这么丑恶的话 中间选民呢 厌倦失望 这位司机就跟我讲 我不投票了 我在台湾碰见好几个人 算是当年有识之士 都是说我不投票了 他讨 但是你知道吗 如果大家这个中间的选民 你就是说你不投票 你觉得那太丑恶 那么说到底还是便宜了绿 对 还是便宜了这个 便宜了日本跟美国 但是接下来就 这个你知道南方说那番话 一讲完以后桌上 其他的都是内地的学者吗 气氛就非常沉重 结果就冒出 有人就冒出这么一句话 那就不可避免了 因为目前在中国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 没有一个领导 或者没有一代领导 可以承受得起这样的代价 就是说 Let me go 就说我让他走 就说就算他内心 就算他有这样的想法 他都不能 因为在中国任何一个领导人 如果说他这样做的话 他就完了 他就下来了 对对对 对不对 历史上你怎么能分割国土呢 对对 你不愿意做这么一个 所以这样的话 如果你是一定要走到读这个 不管你什么方式的话 那就是要有 接下来桌上的人就开始 大家讲 如果打的会怎么样 有些人就开始 说大陆肯定是宣而不战 宣了 但是实际上让你们乱 什么什么 然后讲下去到最后 有人就冒出了一句话 使得大家全部都停下来 这个争论了 大家甚至讲到 就跟美国交战啊 原子弹啊 什么什么 就说不管怎么打 那个两千万人的这个岛 完了 你这个两千万人 你是首当其冲的 最后大家好长时间桌上就沉默 最后说我们吃饭吧 不讲了 我跟你讲 现在连低屎司机人都看出来了 阿扁呢 说他是个律师人格 就说这个人呢 也到达某种境界了 就是说老婆的罪 我揽过来 反正我是所谓总统嘛 你不能追溯我 就律师嘛 有点权力 我就用 然后他说 就关于你说这个问题 他不敢了 连低屎司机都说 真搞台独 他敢吗 他不敢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其实我有一个感觉 陈水扁这种人能当道 就是因为台湾人太老实了 他这个 我跟你讲这个四维八德 为什么我就跟台湾人 老百姓打交道 亲切啊 真是那个礼貌啊 那就是 然后他们可以跟我讲 我们是四维八德长大的 礼义廉耻啊 然后呢 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是这一套 咱们是革命有理 怎么来说 造反有理 革命无罪 造反有理 但是我就反过来这么想 是不是这样把人民 巡化成这样了 坏人 那些玩心机的人 就容易在这帮人当中 得势啊 革命造反就推出好人来了 可是你说他有时候开那国会的时候 也是打的血乎刺拉的 又拿鞋底子 又抽人的 又泼水啊 什么的 传媒聚焦在这一点上 而他的立法院是初期民主 台湾人 而且比较 农民比较多嘛 法院也是 农民比较多 其实你说我妈以前啊 在台湾上过高中 你妈 对 哎呦 我不知道你们家还有这家谱啊 有有有 上过一段学 你被国台办找你了 国台办找 然后呢 他就是跟我讲过台湾的那种 他们算是 当时算是外省人嘛 就从这边大陆过去 实际上他们这些同学之间也分蓝绿 现在也叫也叫蓝绿 就是原住民和他们这些外省的同学 哎经常就是玩不到一块去 所以他们自己这个就从大陆这边过去的学生 这种外省人 他们喜欢在一起玩 然后好像这种价值观念也都比较一样 当地的那些人呢 他实际上过去是受那种日本的那种传统的 有这种传统 比如这种做派啊 讲话 甚至于都是学日语 很多人都用日语来交流 就很不同 所以现在我一看到 什么蓝营啊 绿营啊 合着有这种历史渊源 不解决台湾问题的根本出路啊 其实就是大陆自己做的好 再过五十年 中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假如照预测的话 你弄什么嘛 到时候你说夏威夷会不会宣 要跟美国独立 夏威夷也有一半的日本人啊 夏威夷的人跟美国本土根本合不来的 嗯 对不对 那你听过夏威夷说我要读吗 他读什么 他靠都来不及 中国你知道这种问题 所以现在我觉得上层的思想很好 就拖 时间就对我们有利 中国现在蒸蒸日上 这也是 自己的问题弄好 自己老出阳下 老在外面很多负面新闻 那个才是对统一事业的最大的破坏 这也是我跟低视司机 我们两个人辩论最后达成的结果 跟俩领导人似的说 哎呀 咱还是保持现状 只有保持现状 你们也不要闹独立 对吧 我们也不打你们 你想说什么 我是想说的 你说刚才说我们经济发展了 难道就是我现在一个困惑 就是说经济发展了一定就是成为大国吗 他其实有很多其他的东西 你才可以成其为大国 但是经济发展上去不一定会成为大国 但经济要是不发展 是绝对不可能成为大国 对按照咱们现在的这种什么GDP呀 这种发展的这种速度 其实很快了 但是其他有很多东西会干涉 我跟你举个例子吧 我最近香港的报纸连篇的在登关于内地禁书的问题 其中有一个报道非常有意思 就是新闻出版署的副署长啊 就上门拜访这个其中一个禁书的作者 原因是人民日报的文艺部的主任 而这个这个禁书的作者 人民日报你知道也是党报嘛 这个原因也是本来也是干部嘛 那个上门来跟他打招呼 等于是跟他道歉 就是说我们私下跟你打招呼 结果他又把这个东西写成一篇文章 他们很多海外的人 包括台湾的人觉得 你看你这个中国大陆还有很多问题吧 意识形态很多控制吧 你不知道我的感受是什么 开放好多了 你明白没有 能够说一个禁书 以前在我的记忆里 在我读书的时候 一个人如果被禁一个书 周围的人怎么看你 你自己压根都不敢说了 我自己曾经有一篇文章 那个时候被撕掉 我自己当时我开始不知道这个事情 因为清除精神污染的时候 一篇关于张欣欣的文章 就因为张欣欣不能讨论 把我这篇文章撕掉 整个杂志的第一万本 前面第一篇全撕掉 我当时到学校 我还不知道这个事情 可是我一敏感的发现 所有人看我的眼光都不一样 我那时候研究生 你说江生 你就会理解反右文革的时候 那些人精神怎么垮的 一个人你要看到周围的人这种压力 你看现在的这些 张一和被点名禁书 他就在海外写信抗议 抗议到新闻出版署出来澄清说 我们没这个 其实我估计大概有 但是你知道 他这么海外一抗议以后 他的书在海外销量爬上去 我跟你讲 我觉得是进步 你说的这个让我想起什么呢 最近文道 文道乐特给这报纸写专栏 写了一个 其实有一电影 好多人跟我说过 叫波拉特哈萨克斯坦 拍的就是一个人 角色哈萨克斯坦的一主持人 跑美国去了 闹出很多笑话 触犯了几乎所有的禁忌 你知道吗 这个电影惹起几十宗诉讼案 你比如他们讲 我记不清了 好像你比如他弄点什么 找一美国警察 可能是拿一奶酪 说 这是我太太做的 请你来品尝 警察很好 就吃了 然后他就告诉警察 这是我太太的奶做的 就是此类的 这么搞 然后哈萨克斯坦开头 大怒啊 你这个侮辱我这个民族 就好像说是一个 比如说就像王老五进城 你不是说我们哈萨克斯坦人土吗 什么的 可是到最后 哈萨克斯坦政府 做了一个公开声明 说呀 我们还是应该表现出一些幽默感 就对这种创造性劳动 这个自由应该予以承认 而且我们要是告他 没准还使得他这个电影 更加豪迈 对吧 会起到一个反的效果 与其这样 我们不妨邀请波拉特 到我们哈萨克斯坦来玩玩 你来认识认识 甚至有人说 哈萨克斯坦政府可能会开进 让这部电影在哈萨克斯坦公映 而且对于美国人 在美国人是很盲目自大的 哈萨克斯坦第一次被他们知道 有这么一个国家 通过这个电影 所以文道在最后 这个相装五件意在配空 说那意思就是说 真正的大国应该有一些幽默感 而真正的幽默感应该来源于宽容 真正的和谐社会 就意味着应该容许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 说到这儿就不能再说了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徐老师 你讲电影我最近看了不好电影 真的好电影 你看过巴贝塔吧 比巴贝塔还好 是吗 今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 中文翻译叫窃听者 英文 你知道了 我知道 我没看过 Other People's Life 东欧的那种 我只举一个小例子 他一开始的时候 电影一开始的时候 一个东德的秘密警察学校 那个教师在教学生 用一段录音 他问的问题就是说 他指控 你协助了一个人逃到西方 那个人说我没有 那么你这天晚上在做什么 他说我这天晚上 我就上街碰到了另外一个朋友 我就去他里家里听音乐 一直听到天亮 听什么什么音乐 讲得清清楚楚 然后这个审讯 持续三十几个小时 审讯的人换人了 这个人不换 所以他到后来又流眼泪 又不行 整个状态很差了 然后但是每次绕了圈子 回过来 几月几号晚上你在做什么 他又把这番话 要重复一遍 他把录音停下来 问下面的学生说 你们觉得他在说谎 还是说真的 那学生说他大概是真的 因为你看他眼泪鼻涕啊 什么什么 不 他说他在说谎 为什么 他说他在重复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一字不漏 如果是真的话 他会重复简单事实 但是他不会一字不漏 如果他一字不漏的 在讲同一个事情的话 那就是背的 那是背的 这只是电影开片的 片名之前的一个小细节 我一下子想到了今天的电影 电视 包括我们的电视节目 你知道我们有很多人 我们常常在坚持一个看法 一个观点 或者一件事情 我们常常不能避免的重复 但是如果你在电视节目 或者什么地方 你看到一个人 讲一个事 他一字不漏的在背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就知道 假的 这是说谁呢 这不是说我这行业吗 是说你这行 你只要看 你很准的 就是在电视上 你去看 你不会一字不漏 就是一字不漏的 那除非他是看报新闻 否则的话 我不能说一定是假的 但是这个 在现实生活当中 也可以得到验证 就说明他已经不经过大脑了 直接那套话就说出来了 千万遍的重复 但是这部电影的精彩 这个只是刚刚开始 建议你们去看 非常之好 叫什么名字 窃听者 窃听者 我相信不会供应 但是你通过什么渠道 去找办法 对 Other people's life 最后给我们的是一个价值观 什么叫好 我就一直在感慨 我们经过了文革 为什么不能写出这样的作品 我就一直感慨 哎呀 这个现实题材啊 还是有很多限制的 嗯 他一点都没有触犯什么东西 他就是在艺术深度上往下决 你到时候就会 其实有时候想到 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国家 大国啊 什么崛起啊 经济发达 我觉得我前面看了一个报道 就说有一个中国记者采访 一个美国 法国的政治家 就问他说 现在都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 你觉得怎么样 他觉得我说不是 说为什么 说因为你们没有可以输出的价值观 我当时看完这个特别震动 价值观 就是你们的经济可能很发达 但是我们有很多其他的问题 我们最近有一个关于这个的讨论 那个吴敬莲 我觉得他说出了我想说的话 吴敬莲 他就说什么呢 他其实成不成大国呀 别着急去想这些事 主要还是让人民生活幸福和民族富强 我就觉得大国崛起 我也看了 我觉得当个历史知识学学 可是由此就拿这个来说事 讲老实话 我个人没兴趣 因为什么 第一 我生性不喜欢听讲这些大话的 第二 那片子里所说的大国曾经是大国的 和现在去大国的 咱多少也去过几个 跟我 就我个人在我周围看到的情况 不是 不像 你怎么就大国 你差的远了 我就是说 不是说你有什么高楼大厦 建什么天安门 你那就是大国了吗 你这种服务 人的素质 等等 而且你 软件的东西 我要是那个记者的话 我就会这样回答 那个法国总统 如果这个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 能够活得幸福健康 他的价值观就一定出去了 根本不用操心 我们在文革的时候 中国的价值观出去了 最厉害的 可是那个代价是这个四分之一的人 在怎么样的生活 完全不值得追求 这个13亿的灵魂空间 灵魂市场 这么填满 怎么指这个灵魂市场不爆炸 才是我们要面对的 思维巴德 问题是后来我们有很多年 就是 李崩岳坏 什么那些过去的那种 传统美的都没有了 全部丧失了 现在这个真是道德状况